28歲被告黃玉鳳到沙田法院聽裁決 辯方說他懷孕四個月想回內地生嬰兒 希望法庭輕判 但裁判官認為要判監 他獲釋裁決時不時抹眼淚 黃玉鳳聲稱當日是事主的女兒 用手撥開他媽媽才令他跌跌 裁判官馬漢章說 翻看閉路電視片段六次都見不到這個動作 反而見到被告高速撞過去 事主就跌倒 動作一氣呵成 可以肯定是被告令他跌倒 對於被告說只是想阻止對方攝錄 裁判官認為如果只是這樣 動作根本不需要那麼快 最有可能是被告以為事主打倒他的女兒 感到憤怒、失控 因此想報復兼制止攝錄 這些說法都顯示被告並非誠實可信 反而事主和女兒的供詞和閉路電視片段吻合 證供可信可靠 55歲的事主案發後 面部抽搐的情況越趨嚴重 表達不良 有時甚至會情緒失控、失眠 可見他仍受折磨、康復無期、添仇思傷 裁定被告一項對他人身體加以嚴重傷害 和一項襲擊至造成身體傷害罪名成立 考慮到被告懷孕在囚會被一般人難受 減刑之後決定判監五個月一星期 案發在五月 黃玉鳳和事主以及她的女兒 在沙田新城市廣場爭執 她涉嫌推跌事主 令她後腦著地 又襲擊她的女兒 令她面部多處受傷 黃玉鳳後審期間 網上出現針對她和內地人的言論 裁判官判案的時候提到 今次是兩個家庭糾紛 認為不應該將事件升級為中港矛盾 又指出被告審訊期間經常受騷擾 提醒無論被告是本港、內地 或是外國人士 均應受到公平對待和適當保護 執法當局應該採取積極措施 打擊違法行為 令法治不受干擾 香港電台記者蔡麗珠報導